所以佛陀能够如实召见在世俗规律当中 因故业力和母以及缘起性是如何运作的 因此我们称他叫做正能正觉圆满的佛陀 完全亲近了二续,亲近了无名 这个是佛陀近觉或者是广觉当中亲近的意思 然后他的一切的智慧的功德得以增长 之所以智慧的功德得以增长 指的是因为二取向跟无名完全进化了 自然的就会展开证物的智慧 那么当然这当中有很多的教证跟理证可以引用 但是我们在此处去谈 主要就是说就像是种子在条件具足的时候 它自然会开除花朵一样 所以进除了一切所断以后 自然所证的智慧功德就会开挂 再接下来讲到如神居大象 这个批语在我们的小时候心里面读到这一段的时候 真的是充满疑惑 为什么说佛是像马一样 像大象一样 那时候不太晓得这些道理 但是后来就是很多 其实很多八观摘接的修行者 也都有这个经验 念到这一段的时候 应该充满疑惑的 实际上这就是一种透过外在的批语 来令我们产生体会的方式 此处所说的神居是转轮圣王所骑称的马居 那么转轮圣王非常爱护这样子的 爱护这样子的动物 那么相对的这一批神居呢 他也能够使不顾自己的性命去护卫转轮圣王 神居的护卫转轮圣王的批语说明的就是 就是佛陀他完全放下自立的领求 一心承担立他的功德 所以称之为犹如神居 所以如果能够了解神居这件 这个批语团的真实意义的话 对我们去理解佛陀功德是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去理解建的 如果他在这一切 这一切的方法 这一切就是 那个参观的问题的问题 让他们看这一切 这一切是 这个必要的问题 这个必要的问题 他们用了一切 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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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在这一切 以动式设计撑期中间的区域 可能设计之间的手段 万能处境的设计,当面冲方的您称之间了 会想到您的发生的设计 称之间的设计方计,您的设计方式, 您的发生,但我来发现 客历史上,您的投票王是聚期的, 设计者等设计者,您的生活提供 设计者等都在设计者,您的地位 子 gjorde了 他那些事情 我寧如 子 exactly 我寧如 他跟他打开 他在你 他在这些事情 你以为 你概念 他这些事 他在 那样的 他在 他在 他要 他 他 そう 我 今天 他 但无论是日本人、巴基道,百富佛联络的形象 有些人阅读《本师释迦牟尼佛的传记》 有些人阅读《本师释迦牟尼佛的传记》 会有这样的疑惑或是评论 说佛陀他没有悲心 他没有爱 他不爱自己的妻子跟孩子 所以他舍俗出家 舍弃了自己的王位 实际上应当了解 佛陀当时作为一个储君 一个王子 他真正是不贪着王位的原因 是为了要承办更大的意义 也就是说在当时 印度有许多的王国 有很多的国王跟王子 但如今这些人一个也不剩 并没有人还活到现在 他们甚至有的连名称 都已经不存在于世了 假使他当时继续的单作王位 他就没办法承办更大的利益 所以他为了有情众生的缘故 舍下了自己的自立的追求 为了能够饶意在轮回当中 受到轮回世俗向所束缚的一切 等虚空的慈母有情众生 愿他们能够得到安乐远离痛苦 所以他怀着大悲心 怀着大爱 而饶意有情众生 这就是为什么 他必须要舍俗出家的原因 当初就是有这么一份 为了众生的大悲心跟大爱心 所以才成就了我们今日所知道的本事事项目的意义 当然他的功德 以身的功德来讲 现在我们没办法见到他的色身 但是当我们意念他的时候 他的心的加持 仍然能够令我们感受到他的功德 这个功德的来源 令我们能够感到他内心功德的来源 就是他当时的这个 所发起的广大的悲心 广大的爱 所以有些人可能会误以为 佛陀就是一种慈心割爱的行为 是缺乏爱心的 缺乏念惜的 可是并不是这个样子 这只是一种迷乱思想的说法而已 他正是因为完全舍掉了自立的追求 所以才会舍弃王位而出家 假使他当初不做这件事情 不舍弃王位的话 就不可能成就佛活了 就像是过去当尼泊尔的国王 想要引寄志泽密勒日巴 去尼泊尔当果师应供的时候 志泽密勒日巴的回答就是 国王是他在做 但是真正佛化的王位 内心的王位是我在掌管的 所以从这个道理可以了解 两者数亲数众 他的功德利益又在何处 曾经三岁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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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这一大道的宗教 是非几十年 而且在这些宗教 但他在那边 他在一大道的宗教 都赌管的宗教 最后是在一大道的宗教 人家的宗教 将军教 和一大道的宗教 而在背双尔的宗教 我们将军教 我一回讲,我听到这些人都挂了 就在中间收了 我会看到 tentang 我们的关于,你会在我许多数多数 我许是,我许もう一件时间 中国人有始場的人有始先有始人的 已经有始立了 但現在在卓華乃都市場很高的 слова 所以在家郓華乃都市場很高的社群人 政府在努力利益上的安全 这些人是在身上的身体, 这些人是在身上的身体。 这些人是在身体上的身体。 这些人是在身体上的身体。 此外,又提到了佛陀是放下包袱。 这个放下包袱的意思就是舍弃了重担。 或者说他可以承担众生的苦, 并且完全摆脱了一切轮回苦的逼迫。 接下来,又说他是在41页的道书第二行, 提到了急证五本性。 急证五本性本来的意思是随得自立, 就是他承办自立。 也就是佛陀要完全证悟的功德, 这个大力已经完全承办了。 由于随得自立的缘故, 所以他能够在轮回未空之际, 不断地饶依其他有情终生, 行持立身事业。 他前提是随得自立。 已经得到了自立的圆满, 所以能够不断地立他。 那么,再接下来呢,佛陀具足圆满的功德, 所以他所说的证法, 就是从世俗的真理跟圣义的真理, 两个方面来理解, 就是世俗地跟圣义地的两方面来理解。 为了要能够随学佛陀所说的圣法, 而了无圣义地的教法, 所以我们在此接受长进律义, 就是菩萨律义。 那昨天也提到了长进的长, 就是长养山根功德, 然后进是指进化罪业跟不善业。 为了这样子的最终证悟的目的, 所以我们受持如此的摘戒。 此外,摘戒在此应该要理解是, 具有时效性的戒律。 所谓的时效性是, 他专位,佛陀专位不能够长期持戒的在家众所做的开许。 而他的时效性指的是, 比方说只能够持一天两天, 或者是以月为单位, 以年为单位来持戒。 这当然在密宗里面, 他也被算在苦行的知尊修法里面, 但这此处我们不去多谈。 总而言之, 他是针对着平时在长期持戒而言, 知爱难行做不到的这些人的特殊开许。 比方说有些人在具体条件上不能够长期持戒, 或者他是病患。 所以就有了这样子的特殊时效, 叫短的戒律, 就是一种开许, 我们应该要想得的。 第二天探紧期待他以后。 他在核心里面要做一个态度。 他在核心里面要做一条件。 那他在核心里面打算, 那你从你以后, 在核心里面有关系状况到大迹所以大迹在转发出来。 而且和核心里面打算。 他在核心里面打算, 他在核心里面打算。 然后寫尊修法里面打算工。 再来 撕见的功德利益 有几种方法 这方面的殊胜性 第一个是从时间上来说的 第二个是从环境上来说的 从时间上来说的话 比方说在佛陀的教法非常圆满的时代 以广大的供养来供养诸佛所得到的功德 不如在末世、无浊恶世当中 受持归一戒或者是短暂的斋戒所得到的功德 这是从时间而言的功德利益广大 再来是从环境而言的功德利益广大 也就是说在清静岔土当中 长时间的经节修行所得的善根 跟在不清静的岔土 比方说像我们所处的不清静岔土 这样的环境当中 与差弄之间修持一分的斋戒的功德 两者的功德是后者为殊胜的 所以它是有在时间上面更加殊胜 在环境方面更加殊胜的特点 所以就说了 如果你把这些石子都说了 您将来说 您将来说 您将来做一的儿子 然后制造一的一场 最好创造一场 您将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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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装皆走很多必合以列出品 espectностью 出品的上司这撒作出监察过的人 没有家外人家 state的人都没有失去 特别人三胡亨真你却冒冒冒 出品债 三胡音人认辨词著微信债 У нас要做魔法禮, 要做魔法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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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魔法禮我部有了, 要做魔法禮在 obedience, 三十미川。 我們在即溝災毒。 涉 海了。 下 海 怎麼 它是受的 我所出带的 我家在家里 在三十四年